每一年的9月都有大批栖息在海岸地区的候鸟 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千里迢迢飞到南美洲的阿根廷 巴拉圭还有智利等地过冬 但奇怪的是有一种叫做育鸟的候鸟 每一次图形厄瓜多尔安地斯山脉 一个位于海拔3200多米的湖泊时 都会出现集体自杀的离奇现象 虽然有很多科学家尝试要解开这个谜团 但是当地居民始终相信 这是育鸟为了向湖泊里面的神明致敬而自愿陷阱 看看我手里拿着什么 女孩高举死去的育鸟 眼里不但没有一丝恐惧 反而还有点雀跃 当地村民相信 这一定又是湖里的神明显灵 才会在一夜之间赐他们温饱 为了见证这个神圣时刻 胡适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 号召村民聚集在湖边参与庆典歌颂神明 虽然这个奇怪的现象 多年来都无法以科学解释 不过有科学家估计 可能是因为育鸟无法保存足够的脂肪 而在长途迁徙中病死 又或者是被火珊瑚 释出的硫磺气体毒死 然而一名鸟类专家 在实地走访案发现场之后 就驳斥了这两种说法 无论如何 这个遗团至今仍未解开 美风育鸟集体死亡 居民依旧是酒照喝 肉照吃 对神明的恩赐感激不尽